22日是大S和汪小菲宣布离婚满一年的日子 美女律师李怡珍在脸书分享去年的这一天 她曾经发文称赞大S和汪小菲是离婚的标杆 当时她在贴文中提到两人和平离婚 各自发出过去美好的声明是离婚的标杆 不过近日却爆出汪小菲因为违反离婚协议 遭到大S申请强制执行的风波 对此李怡珍发文感叹 你们怎么不撑着点呢 她还在留言区补充说道 两边都想小孩子吧 搞成这样让两岸3D看笑话 对小孩都是各种伤害 她同时无奈感叹 但有时候律师就是挡不住 冲动的当事人后果也只能自负 未经许可,不宜独立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